近日赴美国七十余天的谢娜和老公张杰 结束了在美国的全部学业回国 30号一早 谢娜本人在微博上筛出了自己的结业证书 并且感谢在美国时的同学老师的照顾 谢娜此次美国之行从开始到结束 怀孕养胎的传闻一直不绝育儿 虽然颇解一直在大洋彼岸筛出各种照片 来例证自己未怀孕 但是似乎都未能平息怀孕之风 如今谢娜归来 小妇依然平平 似乎在立正自己并没有怀孕 当天谢娜神穿衬衫和紧身牛仔裤先生 黑色棒球帽 帽颜压得很低 单肩背着一只银色大包 脚步很快 走进记者的时候 谢娜眼了眼衣角 记者顺势注意到了谢娜的腹部 紧身裤下小腹平平 看不出有怀孕的样子 谢娜满面笑容的跟记者打了招呼 然后快步走向了安检口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我现在是在去往柏克里学校的路上 今天才学的第一天 希望今天能够非常的顺利 Have a good day 上网看好声音 只在搜索视频 大家好 我是默默 没收